耶 被主唱男友載回家 豆花妹夜宿17小時 豆花妹去年被狗仔哥哥拍到 跟阿璞半夜聊天謝琴 兩人緋聞傳了一年多 死不認愛 一直說 今年五月在美國 被民眾拍到看水舞秀 竟然還能硬掰成巧遇 是約好了 還是在他鄉上 就是很剛好有沒有 對啊 好剛好喔 巧遇嘛 他其實都有巧遇 我認為應該算是巧遇 就是這麼剛好 15號晚間 豆花妹和阿璞 又被狗仔哥哥直擊 兩個人從錄音室出來後 共乘摩托車直奔愛潮 看豆花妹把阿璞頗安安 Oh so sweet 豆花妹下車後 雙手提滿東西 還有生日蛋糕 阿璞貼心的幫她拿下安全帽 兩人這一進房後 到了隔天中午 才看到豆花妹再次從阿璞家出來 全身打扮還換過一輪 看來豆花妹早就放好衣服 在阿璞家裡了吼 只是看看小兩口 之前被抓包後的SOP 你是朋友的朋友嗎 主要好朋友都會見面啊 真的都是好朋友欸 OK 大家都知道 你們只是好朋友啦 報道 我沒有瘋狂以後 就一個人走 無所交流